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有同学问,我想我们可以,他问了我们就简单的来回应一下 同学,这个如果是一个诠项,你觉得它对来是错,然后为什么? 对啊,Apple X, S 比方加 B, S 加 C 有三个不同的数字带进去,都让它等于5 那么,Apple 100也会是5,你觉得对来是错,它是对的 那请问,这个是什么东西? 它叫做多相似的什么东西? 恒等定义,拿一些上去的 这个东西叫做多相似的,恒等定义 对不对?它是二次,它写出这个二次 然后有三个不同的数字带进去,都让它等于常数5 那事实上,你不要讲说100 你今天就算把这个100换成随便哪一个东西带进去都一样 你这个100可以任意的去做代换 你换成其他数字带进去,你都一定是5 多相似的,恒等定义 有同学很有反应,知道这个东西一定是对的 然后,当然,我要再进一步问,为什么它是对的? 你会证明吗?因为你会证明你就很有感觉 你不会证明,你看到这个东西 你会觉得有点陌生 它的证明很简单,来同学,你把证明写在旁边 这个证明非常容易 它证明是你就很有感觉 来,这个多相是NFOX 同学,1带进去会等于5 代表说,把这个多相是除以X-1 这个5是它的什么数?余数 所以这个多相是,如果我今天除以X-1的话 它是不是后面会有个余数叫做5? 因为1带进去,前面变成0 是不是会等于5?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 好,F和π等于5 代表说,它除以X-什么? S-π 好,S-6π 余数也是5 对吧,它不是一个 它底部一开始就讲了 它是一个类似这种结构的二次多相式 所以前面,我们再帮它 谷一个几倍就好 A倍就可以 所以这个多相是我做这样的假设 同学,你可以接放吗? 可以哦 对不对 你看1带进去是5 π带进去也是5 可是这个题目它说 我现在把√2带进去 F-√2 √2 √2带进去,同学,它变成多少? A乘上√2-1 1,再乘上√2-√3 加5 4个位等5 是不是这样子? 对啊 你√2带进去也是5 那我想,同学,这个题目 你应该看出它的关键 我问你,这里有一个5 这里有一个5 那就代表说 前面我现在用同笔画起来的这个部分 这个家伙一定是谁? 一定是0 那这个家伙如果一定是0的话 请同学,看那边 √2-1不是0 √2-8也不是0 那就代表谁是0 A是0 对不对? 所以同学,这个地方你就知道 所以这个A就是0 对吧? 所以我看一下 所以你这个F-X 它就是谁? 它就是5 对吧 F-X就是5 所以你今天F-X不管带什么数字进去 对不对? 像他说带100进去 把A-X更换成100把它带入 当然是5 这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这边来回应一下那位同学 就是说,这个如果作为选择题的一个选项 这个选项呢?它是正确的 应该要打错 听到吗? 是 在哪里? 什么东西? 在哪里 要写在21页 21页 只要你找个空白的位置写上去 可以吗? 然后 来这边 呃 我们现在来看几个学测的考评 可不可以你翻到39页 我觉得学测考评需要我们很仔细的去做研究 来翻到39页 我们来先从一题非常简单的题目开始下头 来看第9题 这个第9题 我觉得应该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这个题目啊,同学给他两个赞 这一题 它是出在100年学测单选第二题 这个题目同学一看就觉得很简单 但是我们还是把它讲过一次 这一题呢,答对率非常高 高达72% 把它写在旁边 我操一下题目,花一点时间 那同学你可以试着自己先做做看 它说有一个多项式 这个多项式长这样 4乘上s平方加1 好 加上s加1的平方 再怎样 乘上s-3 然后再加上s-1的几四方 三四方 它题目就给这个多项式 然后问你说这个多项式经过整理以后 会等于下列的哪一个选项 我把这五个选项都写一下 xs加1的平方 好,同学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下这一题 第二个是2x乘上s-1的平方 然后第三个选项 看哦 x乘上s-1 s加1 来第四个选项 2s-1的平方 再乘上s加1 好,最后一个选项 好累哦 2x乘上s-1 x-1 x加1 哇,终于写了 好的 来,那我现在 来问同学好了 这种东西 来问谁呢 我来问那个博之豪好不好 随便都可以 来,博之我问你 这个题目你会怎么做 你说说看你的想法 你会怎么做 就是这个多项式会等于下面来一个选项 考试第一个想法你会怎么做 先跳过 先跳过 你知道吗 所以你如果整个把它盛开 再去做分解 其实也不会很慢 好,那当然这个图法链钢 这个你就自己试试看 那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选择题 那选择题 其实有一些解读的技巧 首先同学你看 这个盛开之后 显然是一个几次的多项式 讲话 它是一个三次的多项式 而且不仅是三次 你观察它的领导系数 同学什么叫领导系数 就是它的那个三次方的那个系数是谁 来,我们写一下它的领导系数 这个应该是考试的当下 你用观察的 可以很快观察出来的东西 它的领导系数是谁 三次方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个三次方 所以它三次方的系数是谁 三次方的系数是2 那三次方的系数是2 你告诉我 有没有什么选项是可以排除掉的 第一个选项应该可以排除掉 这绝对不会是正确答案 这每个都是三次嘛 这没有错 还有哪一个选项也错 第三个选项也可以排除掉 这样有没有问题 你知道吗 像文组的同学 他们这种题目会怎么做 像今天就有同学他就说 老师 两个都像是如果相等的话 那就代表说 X不管带什么数字进去 得到的结果都会一样 对不对 所以他就采用这种策略 像就有同学就说 老师那我就带数字下去进去测试啊 带什么数字其实都可以 那比如说我现在带哪个数字 随便来 比如说我把X带什么 带2这个数字 假设我X带2 那我们来算一下 如果把2带入我原来的萤幕 带进去2乘2的平方是20 然后2带进去 -9 然后怎么样 加1 所以这个带进去是多少 12 如果X带2 这个云次算出来是12 好那我们把2带入第二个选项 2带进去会得到什么 4 2带进去得到4 我把第二个选项打不过 画掉 对啊 因为带进去不一样 对吧 我2带进去算出来的数字不一样 所以第二个选项就画掉了 那第四个选项2带进去会变成多少 2乘以1 再乘以3 哇 这个算出来也是6 所以第四个选项也说再见 对不对 这个选项也不对 所以我想如果今天考试 为什么这一题的答对率这么高 像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你看这个2带进去 是不是真的会打12 我看看 4乘1 再乘3 没有错 这个算出来也是6 所以像这个题目 我们都会来打勾 这一题是地理的选项 好 不过同学你说这一题看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我问一个问题 用这种代数字的方法 它有一种潜在的风险 它的风险是什么 看得出来吗 风险是什么 比如说 来同学问你 s-2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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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 s-1 这两个多相识是不同的多相识 可是我2带进去 他们都等了 都等了 对不对 所以同学 带数字的存在风险是什么 带进去如果算出来的数字一样 一定代表是同一个多相识吗 不一定 所以你看我这个带进去12 这个带进去12 其实你不能肯定这两个第一项的 对不对 可是带进去数字如果不一样 这肯定是错的 因为这是选择题 这四个都排除掉 这个就是正确答案 听到我们的意思吗 如果我想这种带数字 它本来就有点风险在里面 你要不要写上去 结果如果相同 不代表多相识是一样的 你要注意 这个带数字是这样 那如果带进去的结果不同的话 那保证这个多相识就不一样 你如果不太清楚 你可以写一下 好 这是100名学测 单选第二名 答对率72% 这样OK吗 Very easy 好的 来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几题 可以再看哪一题呢 我喜欢的题目 你翻到前面来 38页 翻到前面来 你这一题 你要会那种把它盛开 然后去做分解 我相信这个同学办得到 我课程上就不讲 你翻到合毕业来 我接下来讲这个第二题 这个第二题 我个人非常欣赏 我看到这个题目 我说鼓掌叫好 我觉得这个题目出得真好 把这个题目给他塞得在 我觉得这个教授很用心出题目 我非常喜欢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就观念题 不需要什么计算 考观念而已 这个题目的答对率 其实也不算很高 你猜几%? 53% 算是一个中等的题目吧 算是一个中等的题目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研究一下 这个第二题 你仔细看 他说Fx是一个十系数的二次多向式 所以同学 他图形显然是一个什么线? 跑五线 然后给你三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他跟你说 一带进去的时候会怎么样? 会大于是正的 接下来 二带进去的时候会是负的 好 三带进去的时候会是正的 好 我先写到这边 刚才事情那么大干嘛 这谁写? 资料有误 这是彰盘的字 浪费粉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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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九班 有同学说 老师我知道 堪根定理 没有错 因为你一带进去是正的 二带进去是负的 代表他的图形 从x走的上方 只跑到x走的下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一跟二之间会有一个十分 这个叫堪根定理 然后F2是负的 三又变成正的 是不是又跑上去 所以这个时候 你应该可以把他的图形 概略的图形把它画出来 看到这个条件 你的图形应该 就有一个大致上的想法 好 我们一起看吧 他说一带进去是正的 我们画的图子是概略 二带进去是负的 三带进去是正的 那请问同学 这个抛物线 显然开口长哪里 上吗 这不是二次函数吗 所以这个抛物线 显然开口是长哪里 朝上 你就画一个开口朝上的抛物线 这叫y等于F2s 知不知道我该讲什么 就这样子 非常简单 然后接下来他又讲了下一个条件 他现在跟你说 我令了一个函数 叫做g of x 那这个g of x呢 我们看一下是谁 就是把原来的f of x 后面再加上一个东西 加上什么东西 加上s-2 乘上s-3 好 那现在所有同学 来你看这边 我问你 f of x 是个二次函数 开口怎么说 s-2乘s-3 也是个二次函数 开口朝上 这两个加起来 当然g of x 还是一个二次函数 而且开口一样长哪里 还是朝上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先来研究一下 你能不能画出这个g的概略图形 应该是可以的 来比如说 如果我令x e带进去 e带进去 会等于f of e 再加上 请看这边 e带进去 这里会变成 1-2 1-3 好 那请问同学 f of e 根据题目 是不是说它是正的 来 1-2是-1 1-3是-2 这两个相乘也是正的 正的加正的 显然怎么样 大于 所以同学 f of e是正的 这没有问题 接下来 对不起 不是f g of e是正的 来那g of 2 g of 2 是不是会等于f of 2 再加上 来教学你看 2带进去后面怎么样 0 没有 2-2 是不是0 所以g of of 2 等于f of 2 它是负的 这个是负的 来 再来 g of 3 g of 3 是不是会等于f of 3 3带进去 不好意思 后面也是0 所以f of 3 是什么 f of 3是正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你应该可以把g的概略图形 也把它画出来 来我画在下面 我相信我们可以的话出到大概的东西 来 这是1 2 3 我看一下 1是正的 1是正的 2是负的 3又是正的 所以这个g显然也是一个开口长辣力 上个跑路线 好 这个叫y等于g of x 可以吗 我相信这种东西真的不难 好 那我们现在好像可以开始来研究一下 这个题目的每一个选项 同学 我们一起来看 第一个选项 你看第一个选项 它说y等于f of x的图形 是一个开口向下的跑路线 对来说 不错 第一个选项 你可以勇敢的把它画掉 它是错的 来 接下来第二个选项 我看一下 第二个选项 它现在告诉你说 y等于g of x的图形 这个开口向下的跑路线 对来说 还是错 对不对 这两个跑路线开口都是超级 所以第二个也不错 来 接下来第三个选项 它问什么 g of 1 大于f of 1 同学 对了 第3个选项 第三个选项 第3个选项 第3个选项 它说g of 1 那其实同学 你看 g of 1 你看上面我这边有 g of 1 就是f of 1 再怎么样 负1乘负2 是不是变成加2 你看g of 1 等于f of 1 加2 所以 它题目问的是什么 g of 1 大于f of 1 对啊 它比较大 所以第三个选项 是正确的 打勾 知道我的意思吗 来第4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 第4个选项 第4个选项 y等于g of x g of x等于0 最大选项 它在1跟2之间 恰有一个十根 对还是错 你看图 这个图形 是不是在1跟2之间 这样穿过去 所以这里恰有一个十根 没有错 这对的 第4个选项 打勾 好 第5个选项 我要问同学 因为第5个选项 我觉得 会不会有少部分的同学 看不懂 第5个选项 你仔细听 它说 如果α是f x等于0的最大十根 最大十根 四个字画起来 则g of alpha 大于0 对还不错 好选 最大十根 我问一下 29号 今天29 它题目讲 我把题目再看一次 它说 α是f x等于0的最大十根 所以α在哪里? 在哪里? g of f x等于0 它两个根 一根在12之间 一根在23之间 那最大十根 应该指的是哪一个? 是这一个 所以这一个是谁? 这一个是α 对不对? 好 那题目再问什么 我们再看一次 它说g of alpha 是正的 是大于0 真的吗? 那我们再看 g of alpha 根据它题目给的条件 它是不是会等于f of alpha 再加上α-2 再乘上α-3 我这样写没有写错 好同学 你看这边 请问你f of alpha是谁? 这边啊 α不是它的根 带进去 所以这个是谁? 这个是0 那同学 α-2 告诉我 α在2跟3之间 α-2正来复 α-2是正的啊 对不对? 同学那α-3呢? α在3的左边 那么α-3是负的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 0加上来正的乘负的 所以它算出来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负的 G of alpha 应该是负的 最后一个选项 错 好 今天把它画掉 这一题答案 要选3分之 你知道为什么 我很喜欢这个题目吗? 它没有负长的运算 就是观念 而且你看 百分之五十 很难想象嘛 这种题目就是纯粹考观念而已 so easy 对不对? 是 可是那个 R8 是最大的 对 是 红色那些 在这里 其他点是什么? 什么? 哪一个? 这个是Fx等个0 它有两个根 因为它跟S軸有两个焦点 这个是它最大的十根 它十根一根大一根小 一个根在一二之间 一个在二三之间 那在二三之间 这个是最大的十根 两个十根 对不对? 最大的十根是这一个 好 就这样 思考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 39页 再往后翻译 我再讲一个题目 再讲一题 讲哪一题呢? 我们来讲一个 比较少见的题目 来看到第十四题 来看到39页 你看到第十四题 这一题我们给它两个赞 这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它写92年 来学测浮考写上去 这是92年的学测浮考 92 我问同学 知道为什么 全社会有补考 为什么? 因为考不好 所以带给你重考一次 肚子痛吗? 肚子痛 那个时候好像有发生一些事情 就好像不知道是有天灾还是什么 所以 所以导致有一些限制的同学没有办法去考试 后来办了一个补考给他们考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很倒霉 因为那个补考比较难 真的 补考比较难 所以他们其实算是权益也受损 因为补考比较难 又要用那个成绩去申请大学 对他们来讲比较吃亏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十四题 所以这一题我查不到它的答对率 因为大口中心没有放在网络上 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来这边看我怎么写 他说请你把一个多项式来 x加1的六四方 跟着我写 x加1六四方 你把它除以x平方加1 根据除法原理 原理 把它除以x平方加1 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3 那个3是谁忘了 叫做Qofx 他因为没有整除 所以他有余式 余式令他叫Ax加V 对吧? 大家都知道 被除4等于除4 乘以3次 再加上于4 这除法原理 可以写出来 对不对? 我老师问同学一件事情 那个 我们知道 如果有一个多项式 好来看这边 Fx 他如果被x-2来除 是不是会有一个3 再加上一个余式 来同学 那个余式定理是什么? 你只要令x等于2 带进去 这一项神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余式R就是谁? Level for 2 那其实同样的道理 同学 我今天如果想要知道 A跟B是谁 我一定要想办法 让前面这个地方消失 当然这个题目 你可以用另外一种做法 就是 你把s加1的六四方乘开 用长除法去处理它 可以做 其实不会很绝 真的意思 要不要试试看 其实可以 这个当然可以这样做 但是同学我现在要讲的是说 你能不能找一个x 什么东西带进去以后 可以让这一项消失 所以你要找一个x 它的平方之后会等于-1 那个人应该很熟 谁? i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你这边就令什么? 令x等于i i叫做什么? i叫做虚数啊 i不是叫做更号-1嘛 对不对? 那同学i的平方就是谁? i的平方就是-1嘛 虽然我们还没有复习到 但是你应该知道 s等于i带进去 好 代入 好 那代入之后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左手边会变成 1加i的几次方 6次方 那右手边 这里i的平方是-1 显然这里就不见了 那i带进去会等于 a倍的i 再加上1 我们下个礼拜的模拟考 二年师班也有考 整个二年级都有考 记得吗? 我们去年也有参加 我们去年还屌打 那个楼上的三连十班 啊 那个之前的三连十班 啊 今年应该 我们班还是很厉害啊 然后二连十班不是我们对手啊 不是 一定被我们电爆了 对齁 对齁 你们应该都准备得很好的吧 被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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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来 他比较好音效 他们比较硬 不要假 不要假 看这里 哈啰 听我讲 这边 不要爽 没有啊 不要聊天啊 看这边 一加i的六十方 同学还是不知道 他说老师 卖脑啊 一加i的六十方我不会算 以前一年级 我们强调过 你看到一加i的不管几次方 或一减i的不管几次方 一定要先考虑它的什么 一定要先考虑它的平方 为什么? 同学你看嘛 一加i的平方 它是不是会等于 一的平方 加上二i 再加上i的平方 不是叫负一吗? 所以你把一加i平方之后 是不是会找到二i 同学 这个是不是很漂亮的东西 所以你看到一加i的六次方 你脑海里面 你如果经过训练 你就知道 你要先考虑一加i的平方 那六次方本身是平方之后 再几次方? 再三次方的结果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以前一年级都训练过 那一加i的平方 显然就是二i 好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二i的几次方 三次方 同学 那i的平方是负一 九零 i的三方是谁? 就在补一个i给它 是不是叫负i 那i的四次方 是不是叫做一? 同学 你对这些东西你熟吗? i有循环吗? 每四个一循环 所以同学 二i的三次方 二的三次方是八 i的三次方是负i 负号拿到前面去 所以它是不是等于负八i 没有错 对不对 那等于负八i以后 诶 我告诉你 它叫做a i加上b 来同学 两个负数如果相等 你告诉我 十步要等于十步 虚步要等于虚步 前面这个负八i的十步是谁? 0啊 它的虚步是谁? 虚步叫做负八 虚步没有i 虚步是指i前面的这个系数 对不对 所以两个负数相等 所以你马上就知道 这个a是多少? 负八啊 那b是多少? b是0啊 对不对 好 谢谢各位同学 来把这一笔写上去 拍这个影片拍到什么 谢谢各位同学 没有啦 拍到时候我入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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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